跟随主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心里面自己都有很多主张 各人的主张都是不同的 而且每个人去衡量自己 到底有没有跟随主呢 都有不同的想法 究竟在十字架的路上 怎样才是跟随主 跟随主呢 在《马福音》继续讲到 在十字架的路上 耶稣朝向耶路撒冷去进发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 记载在十章的十七节 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 就是一个人 这个人知道耶稣刚刚上路 《马福音》记载说 耶稣刚上路的时候 这个人就跑来 要追上来 因为耶稣走在前面 他问道深切 追上去 跪在地上 向主耶稣跪求永生之道 耶稣就问他 你有没有守过律法 不要杀人 不要奸淫 不要偷渡 不要造假见证 不要规复人 要孝顺父母等等 这个人当然做了 主耶稣跟着他说一句说话 他说 你还欠这一件事 耶稣不是有心难为他 圣经说 主耶稣见到他 就爱他 不是难为他 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 就是要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必有财宝在天上 然后来跟随我 然后来跟随我 变卖 然后来跟随我 这个人当然不够了 面色都转了 悠悠瘦瘦的 掉头走了 产业太多了 其实耶稣以后的变卖所有 不是要他变成一个慈善家 这个人应该是慈善为怀的 他既然遵守律法的话 他不会不做善事 变卖一切 也不是一个跟随主的条件 你要把所有的钱给予耶稣 耶稣说 我不需要你的钱 虽然我不是有钱 我很穷 你把这些钱变卖所有的 给所有的穷人 意思是说 你来跟随我 不是膨胀着你所拥有的这些一切 这些一切再不重要了 你跟随我的时候 再不需要这些东西 如果你把握着这些东西 执着这些东西 你将会得不到 一个福音的重点 你把握不到 这个跟随主的意思 就是你要完完全全的 依靠神跟随主而活 而从祂那里得到供应 各位顶姐妹 变卖一切跟随主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个完全的依靠神 无依无教的依靠神 知道祂是你的主 你是祂是你的王 这个跟随 这个十字架 就是我们要去学习 要去背负的